好 在这个旅途上务必要小心安全 在桃园机场到高铁的接驳车就有民众反应 在通道上堆满了行李让大家难以通行 连下车的时候也很不方便 那么甚至有人把行李堵在紧急逃生的出口前面 也引发了安全上的顾虑 接驳车上行李堆积如山 驾驶忙着整理 不过看看这满满的行李根本没地方堆 不但占用惨障人士的轮椅停放空间 摆不下的就放在通道上 甚至有的行李还堵在紧急出口前 乘客要通过都得抬腿跨过 光是看就觉得很危险 这是桃园机场到高铁的接驳车 狭小的巴士空间塞满旅客行李 让不少民众觉得安全上有顾虑 这没地方放 对啊 他好像没有 巴士改一下就好了吧 要反应有人反应 对啊 应该反应 因为你放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他们放 客运公司强调开车前驾驶都会特别留意 不让行李堵到紧急出口 只是为什么接驳车不像一般游览车一样 行李摆在行李箱 而是要和乘客集在一起 虽然说是为了避免误拿和行李损伤 但人和行李共处一车 不但妨碍通行 而且行李没有固定 若紧急刹车行李碰撞 造成乘客受伤 谁来担责任 如此便宜行事 恐怕让许多民众无法接受 中天新闻黄主华 胡卫婷 桃院采访报道